Lun Sang 撇招 这里是荷兰越运频道 演组报告5月20日的晚间新闻 首先是新闻纲要 习近乙鲤抵达日本参加专者的峰会 如果乌兰拥有 F-16 战斗机 俄罗斯警告荷兰欢迎 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布中俄反对 巴克莫特究竟落在上人之手 欧洲自立沃兰战争损失灯的策 荷兰国王抗例去威尔士庆祝旅考园事 台湾运动员举大陆五星红旗登上领掌台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日本外务省20日早上正式宣布 沃兰总统扎连司机21日 将以面对面的形式参加在七国集团峰会上 举行的沃兰问题会议 扎连司机已在日本时间下午3点45分 走下降落在广东机场的法国专机 坐着专车离开飞机场前往峰会会场 警车开路而警卫的车队就紧随其有 沃兰总统扎连司机除了出席峰会之外 还将作为嘉宾参加七国集团的领导人 和其他受予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 有关和平和稳定的会议 也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 扎连司机此行其中一个重要的使命 就是敦足盟国落实提供战斗机的问题 如果沃兰拥有F16战斗机 又会怎样呢? 俄罗斯就提出警告而荷兰就欢迎 俄罗斯的副外长格鲁什佛 告诉俄罗斯塔斯社 西方在向沃兰供应F16战斗机方面 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这一句警告是在美国总统拜登 星期五表示 华盛顿将支持沃兰飞行员的培训计划之后发出 烏兰总统塔斯基几个月以来 一直希望从他的西方盟友那里 获得现代战斗机的供应 最好就是F16 为了防止战争事态的性格 西方长期以来不愿意这么做 但现在似乎逐渐让步了 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 英国首相苏纳克宣布 他希望和荷兰合作 建立一个战斗机的联盟 帮助训练烏兰的飞行员 和向烏兰输送F16的战斗机 为了能够提供这些设备 首先需要得到美国的出口去可证 而到目前为止 五国大陆一直不愿意这么做 但星期五 美国总统拜登突然发表了一份引人注目的声明 拜登利用广州巨人的支持峰会 向其他领导人通报说 美国将支持烏兰飞行员 训练第四代的战斗机 包括F16 美国对训练的支持 从目前来看 并不意味着华盛顿已经向烏兰 运送这些物资开了六等 不过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说 随着未来几个月的训练进行 参与这一项工作的国家联盟 将决定我们是否实际提供飞机 提供多少架 以及由谁来提供 今天 烏克兰总统扎尼斯基 已经抵达了知识丰富的现象 将再次和其他领导人讨论战争的形势 战斗机的交付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因此 莫斯科作出这样的反应 并不令人意外 而荷兰首相呂特就欢迎美国批准 训练乌兰使用F-16战斗机 荷兰首相呂特5月19日表示 对美国准备支持训练乌兰士兵 使用F-16战斗机的消息 表示了欢迎 而丹麦国防部之后也宣布 与盟友合作支持这个训练计计划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 在港岛七国集团峰会期间 宣布了这个消息 估计稍后将决定是否将战斗机交付给乌克兰 雷特在推特上发文说 他与英国丹麦及比利茨手上 一同欢迎华盛顿准备批准乌兰士兵 使用F-16战斗机的训练计划 并指出训练的模式 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设计完成 他认为 乌克兰能够得到荷兰及国际伙伴的坚定支持 F-16战斗机的使用 要得到美国的批准 是因为采用了美国的核心技术 乌克兰总统丹斯基 日前获得英国和荷兰的承诺 建立战斗机的联盟 不过你两个国家 还没有就是提供战斗机公开表态 但是目前看来 乌克兰获得美国的最新战斗机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布 中国和俄罗斯反对 在日本广东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5月19日至21日召开 今天是第二日发表了联合公布 表示愿意和中国构建具有建设性及稳定的关系 但是促请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而另外一份声明就强调 反对经济的脅逼 但是并没有点名中国 公布说 一个按国际规则行事的增长中的中国 将符合全球的利益 不过俄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20日不明话 封会通过的决定 志在对俄罗斯和中国 展开双重的压制 根据俄卫网的报导 拉夫罗夫在三组一届 对外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大会上 发言的时候表示 封会完全公开地确定一项任务 就是在战场上前选俄罗斯 但是不会就此止暴 而是将俄罗斯当作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 彻底除掉 他说严格地说 任何希望在全球的较量中 获得某种独立地位的国家 都将作为竞争的对手被压制 他说 请看看现在这个在广州 在G7峰会上讨论和通过的决定 这些决定 志在对俄斯和中国进行双重的压制 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20日就表示 G7峰会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 执意粗弄涉猶的议题 抹黑攻击中国 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 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经向峰会的主办方 日本等有关方面提出严正的交涉 乌克兰的巴克莫特究竟落在常人手中 俄罗斯瓦加勒国王军创办人普利哥津声称 已经完全控制了 乌克兰东部前线的城市巴克莫特 路透社报道说 普利哥津声的路发布了一则事物 身穿着作战服的他 出现在一排首持俄斯国旗 和瓦加勒旗子的士兵面前 他在视频中说 今天即是20号 下午12点 巴克莫特被完全占领了 我们完全占领了整个城市 每一栋房子 普利哥津说 他的部队将从5月25号 撤出巴克莫特 以休息和再训练 并将控制权移交给俄斯的正规军 在视频中 当普利哥津讲话的时候 背景中可以听到谣言的爆炸声 而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马里亚以星期六说 巴克莫特的局势十分危险 乌军在当地西兰部维持着防御 不过他在社交文件上说 巴克莫特的确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局势非常危险 但是到目前为止 控制了这个地区的一些工业和基础设施 以及私营的部门 欧洲设立乌兰战争损失的登记者 欧洲理事会 日前在冰岛举行峰会 这是这个机构 18年以来首次举行峰会 决定建立一份关于乌兰战争损失的登记者 作为国际赔偿机制的第一步 并依靠俄罗斯将所有被非法转移 带走的乌兰移动送到乌克兰 在战争方面 外界关注乌兰何时进行大规模的反攻 但是乌兰方面 似乎没有作任何暗示 有分析认为 乌克兰可能利用这种模糊策略 令俄罗斯防不胜防 荷兰国王和皇后去威尔士庆祝公主考研士 星期六 荷兰国王威尼玛特山大 和皇后麦克斯玛去威尔士 参加公主阿里克什亚 完成了考试的仪式 星期六下午 荷兰皇室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照片 在照片上 国王和皇后 和他们在威尔士读书的第二个女儿 一起合影 星期六较早 荷兰政府新闻署宣布 阿里克什亚 出了星期六大西洋联合世界学院的 传统的慶祝活动 当时还不确定她的父母 是不是也在那里 通过这个传统的慶祝活动 学校显示考试已经完成 不过 这次的活动还不是毕业典例 因为毕业考试成绩 要到七月初才出来 荷兰二公主 因为要考试 甚至没有出席今年的国王日活动 错过了父亲的生日 目前 荷兰二公主中学毕业后 去什么地方深属 也还没有决定 较早的时候 三公主阿里安娜 也决定去意大利 在大西洋联合世界学院 完成中学的课程 今天中国新闻 台湾运动员 举着大陆五星红旗 登上了领长台 2023年亚太大师运动会 日前在韩国举行 来自台湾台南的台拳道选手 李东倩 在亚太大师运动会比赛中 赢得到一面同摆 他身穿着 背面印有TPE的中华台北队服 首举五星红旗 骑上了颁奖台 有大陆的媒体 以中国台湾选手在韩国获奖 高举五星红旗 亮相颁奖台为标题 进行报道 共青团中央还在微博中 转发相关的影片 并称同胞好野 也有内地媒体报道说 李东倩表示 作为一个中国人 非常骄傲和自豪 据了解 李东倩曾经的政治立场是深路 直到大学时期 接触到中国的近现代史 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从2013月开始 多次去大陆参加台拳道的比赛 越来越喜欢中国大陆 目前 李东倩在厦门上海等地 长期居住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